另外再看到议员游中正在宪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 同样也是以书面进行质询 那么他特别呢是关心大五渔港的淤沙以及诊件的问题 同时也建议县政府大五渔港也应该要配合即将完工的大五之星的休憩区 进行相关的诊治以及景观美化 让大五之星成为难回真正的新亮点 大五渔港常年因为淤沙问题 让台东县府及当地渔民都十分的头痛 议员游中正也在书面咨询中关心渔港目前的诊治问题 请加速诊件大五渔港案 第一目前大五渔港由于航道淤沙严重 船只无法进入加上港口设施老旧失修 对观光的发展急剧负面影响 第二大五渔港在本县最南端且位于台九县上 唯一港口也是最具指标性的门户 因此大五渔港的整治及周边土地的开发 对地方的繁荣及对推动观光具有决定性的关键 第三大五渔港旁边振兴建施工之大五之星南回修汽区 将于近日完工启用 为配合其营运及周边整体景观之美化 大五渔港应及早规划整治 第二项 渐情改善金轮市及公共设施及绿美化案 金轮拥有全国最优质的温泉 当地也盛产有机无毒的农特产品 相公所为协助农民推销及统一管理 于109年在金轮火车站对面成立金轮市集 但由于设施无统一规格及样式 且欠缺整体规划 显得简陋凌乱 渐情县府协助改善 第三项 渐情在台九县南回公路406.9K交叉路口处 大西民隧道口北端附近 设置三色号制灯管制 以立北上左转进入部落制人车安全 大五渔港应该配合即将完工的大五之星休憩区 进行相关的整治及美化 让大五之星成为南回真正的亮点 记者潘俊伟 台东市报道